醫療技術的發展 從肝臟 肺臟 再到臉部 手部 移植手術都不稀奇 因為現在已經出現 全球第一例的患頭手術 在中國的第一次拍攝 在中國的第一次拍攝 在哈比醫學院的組織 在哈比醫學院的組織 醫學院長18小時 召開記者會的是他 意大利神經外科醫師卡納維羅 他和大陸的任小平 醫師組成團隊 2013年開始就提出 患頭手術的構想 他們曾經在猴子及老鼠身上 成功實驗 如今又在原類實體上 完成手術 預計下一步 就要進行活人患頭手術 只是醫界對卡納維羅的說法 持保留態度 認為病人術後就算能存活 也可能因為脊髓神經 胡亂連結而變成癱瘓 更不用說還有道德爭議問題 半個世紀以前 做第一個心臟遺址之前 也面對的爭論很大 陶遺址可能衝擊更大 間斷醫學技術 確實能讓不可能變成可能 但換腦袋姿勢體大 今世駭俗的實驗 是救命還是害命 對醫界來說 至今仍是一個大問號 記者綜合報導